我媽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很完美的女性 很完美的母親 就是脾氣好 這一路從小到大 就當然帶兩個孩子 然後回到家裡一定準時煮飯 然後就是整理家裡什麼 就是也是一般的家庭 可是她會願意去嘗試 很多不一樣職業 她開過小琴的補習班 她有去賣過就是 保養品這些東西 就是她想去嘗試 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去幫助這個家庭 那我當然我爸也是很努力 在外面就是工作 所以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我這種做什麼 心情愈愈一試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來自他們 會覺得她可以從無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為什麼不能從無去做這些事情 我媽很樂甜 我覺得我就是 有點遺傳她那種樂甜 樂甜的就是愛笑啊 愛愛愛愛 所以她沒有我那麼鬧啦 是不是 我就是喜歡開心 這個可以 可以短情一點吧 謝謝吧 來吧 那我喜歡 因為她很高興 我喜歡 那我喜歡 她喜歡 我喜歡 那我喜歡 我喜歡 我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写完了 我写的是 海浪啊海浪 把我的声音带给她 如果思念会说话 她的爱是我的家 好好 长路啊长路 希望终点是妈妈的饭菜 从骨骼到肌肉 都是她亲手来灌溉 骨骼到肌肉亲 好哈阔的妈妈 对 我的心啊就像是大海 你是那泛起的涟漪 想起你每次的坚强 生活嘛 你总是说不太容易 可以 哥 我写 不管多远多久 正常啦正常啦 想起妈妈大家都会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 不管多远多久 你永远都是我的爱 不管几辈子 我还是要当你的乖小孩 有点想家吧 然后 其实也不是想家 就是想他们吧 在哪里都无所谓 然后 你聊到这个话题 就会觉得说 你知道能当他们的孩子 是我最大的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嘛 所以 希望不管有几辈子都是 还能继续小顺他们 对啊 嗯 可能我年纪大了吧 呵呵呵呵 笑